第32集 张松献图 你们想害我 看见 贤侄 准备 拿着跑 给我追 给我追 快 兄弟 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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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丑 你的大营被我烧了 你还不投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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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哪里逃 拜将韩岁叩拜丞相 要是你早点和我合作 你的这只胳膊也不会丢了 只怪末将太将义气 种义气不是坏事 只是他不值得你这样 我要回徐昌了 现在就封你为西凉侯 留守长安 多谢丞相 马超战败带着庞德马代等人 逃亡隆心 韩岁向曹操投诚后 曹操担心刘备和孙权有所行动 也退兵回到了许昌 军师这次去巡视四军实在辛苦 亮没事 主公 凤厨先生他到了吗 凤厨 倒是有位叫庞统的人来过 此人行为乖张不说 又无人推举 我就让他去当磊阳县令了 县令 主公 庞统就是凤厨啊 是吗 可他就连一个县令也做不好 上任一个月来 光喝酒 不干正经事 主公 凤厨先生向来不拘小节 可他的才能在量之上 啊 今天有人举报他 义德自告奋勇去找他了 什么 哎呀 要是义德像对待那个都尤一样 把凤厨先生捆打一顿 那可就糟了 哎呀 那 那可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啊 我捡到宝贝了 你不是去磊阳了吗 去了 庞统真是个天才 我到县衙时 他们受庞统罪的见不了人了 我气得准备揍他一顿 你动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你这个酒鬼 历百前来你出来喝酒睡觉 还能做些什么 你急什么 那些琐碎小事 我一个时辰就能办完 办不完怎么办 怎么可能办不完呢 哈哈哈哈 哼 一百多件案子 我倒要看你怎么审 那些琐碎小事 来 喝酒吧 这个庞统真是个奇才 真是 快去请凤厨先生 不用了 我自己来了 黄叔怎么又见面了 凤厨先生 先请失礼了 还请原谅 黄叔客气 主公 庞统之才远在亮之上 亮愿将军师之位让给他 不 你做得不是很好吗 如果不嫌弃的话 请先生任副军师兼中郎将 这个位置我接了 主公 主公 福少来报 西川的张松现在 说吧 这位是副军师 张松现在越过边界 往许都去了 主公 要派人去许都盯住张松 先生认识张松 我虽然隐居山林 可也知道点天下形势 凤厨先生说的对 要监视张松的一举一动 张松是谁 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 张松是西川刘章的谋士 最近听说张鲁想进犯西川 刘章派张松去找曹操 肯定是去求援的 我是益州特使张松 我要求见丞相 你好好睁眼看看 都什么时候了 丞相已经休息了 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不是有事求丞相吗 把他气成这样怎么办 我们西川是没有谄媚小人的 照你的意思 我们中原既是些谄媚小人了 你是丞相府主部阳修吗 账士 听说您的家族是世代侍奉朝廷的将门望族 可是到了您这一代不是服务天子 而是在丞相府里管理账本 真是可惜 我在这里深受丞相教诲 学了很多的东西 丞相闻不明孔孟之道 武不达孙武之机 只知道专横跋扈 你究竟能学些什么 你真是个井底之蛙 这就是丞相新写的兵书 什么新写的 这分明是超西战国无名式的兵书 这种东西在我们西川连小孩都能背诵 胡说 兵乃国之大事 为将者善用兵更善养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运用之妙在于一身 丞相息怒 这个张松真是个人才 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您的孟德新书 他只看了一遍 居然能够背诵 看来我写的这个东西千人已经有了 还留着他做何用处 丞相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让他明天到练兵场看我阅兵 超向无敌 超向无敌 西川 西川有这样的英雄吗 西川没有这样的金戈铁马 只有仁义二字 我军所到之处 战无不胜 等到我平定了江南之后 就一定会回来收拾西川的 丞相用兵如神 闻名天下 胡阳宫吕吕布 晚成占张秀 赤壁剑周渝 花容道会关羽 在同关格须气袍 在渭水夺船壁剑 在这些战役中 丞相都是天下无敌 来人 把张宋给我斩了祭旗 是 走 丞相 张宋死不足惜 可是杀了他 天下会怎么看您呢 丞相 把他撵走算了 好 给我用乱棒把他赶走 丞相 カッ 哈哈哈 пож 瞧你这副熊样 我看你一定是被撵出来的吧 我本想借曹操之手除掉张鲁 还打算把西川献给他 不像他如此傲慢无礼 看什么呢 还不快走 可我在主公面前夸下海口 就这样回去 岂不被人笑话 听说刘备为人诚恳忠厚 那就去荆州见见他吧 请问是张先生吗 我是赵云 我奉刘皇叔之命 特来迎后前来荆州的张先生 陪同先生一起进城 关于奉兄长之命 再次为先生接风洗尘 先生远道而来 一杯啄酒 不成敬意 先生请 多谢 都说刘备敬重荣才 看来这是真的 看来这是真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久仰先生大名 今日终于幸会 请先生在荆州多住几日 我可以向先生多多请教 正蒙皇叔厚爱张某不胜惶恐 我听说五鼠之间交易颇盛 来往密切 不知都买卖些什么东西 无人喜欢西川的鼠锦 鼠人喜欢无地的刺绣 鼠锦可是天下一绝 不仅如此 西川还有天下第一的朝天辣椒 这个当然知道 而这种辣椒只有在西川温暖肥厚的土地上才能生长 在别的地方是长不出的 鼠地真是人节地灵 来 再来一杯 来 先生 请 受此款待不胜感激 昨天我就想问了 这个酒怎么会那么甜呢 是在里面加了荆州特产百花蜜 荆州地势险峻 物产贫瘠 没有什么山珍海卫 还请先生多多见谅 哪里啊 黄叔礼贤下事 我已经很感动了 可是 我听说荆州是黄叔借的 是啊 这荆州是向孙权借的 他每个月都会派人来催黄叔将荆州归还于他 像黄叔这样的贵人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地盘呢 我何德何能 干嘛要占有地盘呢 黄叔真是为人仁厚啊 看来 不如我请刘备入川 回去后也好有个交代 黄叔 在荆州待了那么久 总得有点什么想法吧 荆州 北有曹操 南有孙权 不是旧留之地啊 可是不待在这儿 我去哪里呢 益州土地肥沃 民众富足 黄叔为何不去取来作为基业呢 刘继玉与我同为汉氏宗亲 我刘备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 我并不是卖主求荣之辈 可刘继玉太过软弱 曹操和张鲁都寄于西川 黄叔如能入住西川 那也是西川百姓的福气啊 这事再商量了 黄叔 谢谢您这三天的款待 明天我就得回西川了 先生难得来 何不多待几天 张鲁正大兵压境 我不能再耽搁了 黄叔 咱们后会有期 先生 请保重 黄叔 我有件东西要送给您 这是西川地图 请黄叔看在大汉新王的份上 收下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